這時候行政立法會合一 國家事務的處理效率會來的比較好 因為它在基本結構上 仍然是屬於行政立法分立的 所以那個制衡關係還會存在 可是它又可以留住那個字的優點 行政立法會合一 因為那個分立的結構存在 所以制衡關係會來的比那個字 來的更明確一點 所以多數政權型的是法國人 可以接受他想要的一個政權型態 那請問一下少數政權型呢 就是總統A黨 國會多數A黨 不是 總統A黨 總理A黨 國會多數B黨 這種少數政權型態 是法國人可以接受的政權型態嗎 不是 因為它就是什麼狀況 它就是總統制的缺點 它會陷入一個完全的政治僵局 所以少數政權型是法國人 不想要的政權型態 那不想要 可是排列組合會出現嘛 所以他們就要想辦法 讓這種政權型態 能夠不出現 它用什麼方法呢 讓這個政權型態呢 可以不出現 我剛才說過它是排列組合會出現的 你只要有政黨支柱 有這樣的政黨制度存在 結合上這個總統政府的結構就有可能出現 因為人民的選票你無法控制 人民的選票我無法控制 可是呢 我在制度上呢 可以去設計一些誘因 讓選舉後的結果雖然長得是這個樣子 可是那個誘因呢 可以讓少數政權型態 這種狀況不出現 那是什麼意思呢 它這個制度設計呢 它是由總理呢 是由總統提名任命的 那所以總統呢 原理上有全權任命總理的一個權利 那你說 是 沒聲音了 OK 統統您的 維持規則 我看出了一個人 憨言 碎它 對了 原理上傳承常 那這個民進民党 他們每次要改變 所以 人們在 ра戰 旦 國武尼 我們 共進民党 本來 報告 所以制度上要設計一些誘因讓少數政權型態可以不出現 那有什麼誘因可以讓少數政權型態不出現 我們現在可以假設一個狀況 就是選舉結果 比如說現在國會多數是B黨 然後總統改選 總統改選出來以後總統是A黨的 那這時候總統開始要選擇任命總理了 那如果一切制度都沒有改變 你覺得總統會任命哪一個政黨的人擔任總理 你現在把你想成你是總統 你會任命誰當總理 會任命跟你同黨的人當總理還是跟你不同黨 是國會多數B黨的人當總理 我跟你講按照人心 你覺得會任命跟你同黨的人擔任總理 那這時候就形成什麼政權型態 就會形成少數政權型 那你說你這個總統是沒練過憲法是不是 都跟你說了 形成少數政權型態會陷入完全的政治僵局 你會動彈不得啊 但問題來了 你到底會選擇動彈不得呢 還是選擇把行政權部分讓出去給國會多數 因為這時候你任命了國會多數的B黨的人擔任總理 那表示這個總理就會跟國會多數站在一起嗎 那你就把行政權讓出去嘛 把部分的行政權讓出去 你有想說那部分讓出去是讓什麼 你說如果讓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就無所回 當然不會是讓雞毛蒜皮的小事啊 因為我們說過他不要讓他陷入完全的政治僵局 你讓出去的一定是要很有作用的行政權才有意義嘛 我們讓出去的原則上就是那種 國家正常事務運作給需要的行政權利 那通常會留在總統身上的大概都是需要 以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來決定的事務 通常才會留在總統的一個身上 所以其實你是讓出去了大部分 國家內部事務處理的一個行政權利 那我說通常你總統不會選擇去形成一個 一個進和成員型態 因為一旦讓出去了以後呢 你說的確可以解決完全政治僵局的問題 然後讓國家可以順利的 起碼某程度可以順利的一個運作 但就算這樣子 請問那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成就的利益 會歸誰 會歸你總統當初很大方的把權力讓出去 會歸你嗎 不會啊 那個成就一定會歸B政黨 而不會歸A政黨的總統 所以通常如果你是總統按照人性 你會選擇一拼 你會選擇一拼就是 我把完整的行政權力拿在手上 起碼我還可能有作為 但我一旦形成 進和政權型 我把大部分的行政權力讓出去以後 我等於註定就沒有任何作為 那除非 除非你是個聖人 你願意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但通常聖人是不會去選總統的 所以這種人當然是不存在 那所以呢 你會按照人性 你會形成一個少數聖人型 可是少數聖人型 是法國人不要的嘛 所以我說在制度上呢 他就會給他一個誘因 讓總統不去選擇 形成少數聖人型態 那那個誘因是什麼呢 那個誘因就是呢 他賦予給總統一個 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利 所以現在總統有 像回到我們剛剛講的情形 就是這個時候 國會多數是B政黨 然後總統改選 選完出來後總統是A政黨 那本來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嘛 要不形成 少數政權型 要不形成 進和政權型 但你現在多一條路了 你還可以選擇解散國會 現在換作是你 請問你走哪條路 你現在有三條路可以選 你會選哪條路 我給你保證你絕對選擇解散國會 為什麼你一定選擇解散國會 因為剛剛說過了嘛 進和政權型你不會選嘛 那你不得已 你會選擇形成少數政權型嗎 那我現在我不要讓你不得已 我讓你多一個選擇 我讓你可以選擇解散國會 那為什麼你一定會選擇解散國會 原因是因為呢 W就是一拚嘛 一拚就是最糟 你不拚你就是少數政權型嘛 那你拚了你還有機會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一拚呢 原因是因為 你大概都會瞎著勝選的優勢 因為你剛選上總統嘛 你會知道 多數的名義是站在你這邊的 那你去解散國會呢 你極有可能會選出一個 新的國會的多數呢 是跟你同政黨的 這個機率是相當高 所以呢 這個誘因呢 對總統來講呢 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所以 多了這個解散國會 按照人心上的思考呢 多半總統就會選擇解散國會這條路 那這條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旦你選擇解散國會後 所以國會就改選嘛 那國會改選出來後 如果是A政黨 國會多數是A政黨 那自然而然就會形成一個 多數政權型 那這是法國人想要的一個政權型 他還沒有問題 那你說如果真的這麼倒楣 選完以後 國會多數還是B政黨呢 怎麼辦 那你覺得總統還會堅持行政 少數政權型嗎 通常不會 不會的原因是因為 當初你可以堅持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民意 比國會多數更新 但一旦解散國會後 國會重新改選 選出來結果呢 國會多數如果還是B政黨的話呢 這時候國會的民意 比你還行 聽得懂後 然後再來一個是呢 已經給過你是機會了 你已經行使過了 通常沒有人那麼厚臉皮的 還會堅持形成一個少數政權型 所以這時候如果 國會改選選出來的 國會多數呢 是B政黨 這時候總統通常都會心甘情願的接受 去形成一個 競合政權型態 也就是說他會去任命一個 國會多數統一的人選呢 來擔任總理 所以這時候總理就會變成是B政黨的 那這時候總理的 會跟國會多數呢 站在一起去形成一個 競合政權型態 那這時候就會變成 中理的行政權呢 可以繼續有效的運作 那正是這樣子呢 通常就只會出現在 總統擁有的行政權身上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 所以競合政權型呢 就是一個重要的 政權型態呢 用來改善總統制的缺點 這樣可不可以了解 聽得懂嗎 所以 競合政權型 能不能夠有效的形成呢 在法國的雙小字下呢 有一個重要的制度 我們國內習慣稱他 可不可以有效的換軌 會需要一個重要的制度 就是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利 因為如果你沒有給總統這第三條路走 八九不離詞 總統一定會選擇形成少數政權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聽得懂齁 那你說剛剛都講了 有多數政權型 有少數政權型 也講到精和政權型態 可是排列組合還有一種可能呢 就是監護政權型